滾滾洪水而來 幾乎都要淹到橋面 一連下了好幾天的大雨 當地時間周三清晨 緬甸中部博固省一座水壩 承受不住滿水位而潰堤 大水突然沖往下游 居民措手不及 導致超過一百座村落被淹沒在水裡 當地軍警緊急進入災區救援 連接仰光市曼德勒 與首都奈比多的高斯公路上 一座主要橋樑被大水沖毀 嚴重變形 緬甸政府在橋邊拉起封鎖線 嚴防發生危險 大水不退 當地出動軍警徹業搶救 有將近一萬三千人被撤離到 三十個收容中心 一萬兩千戶家庭 約六萬三千人受大水影響 所幸暫時沒有傳出任何傷亡 大愛新聞揚情編譯